4月22日,烧饼在社交平台中关圈了二胎得子的消息,并晒出宝宝的正脸罩,发文感谢老婆辛苦了,还透露小儿子的名字为饼干,听起来相当可爱。 能看得出来,虽然是再度当发,但烧饼依旧难掩开心与激动。温柔地牵起儿子的小手,画面温馨十足,尽显不爱。大家纷纷在评论区给孩子送上了祝福,同时,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也送上祝福。 鸾云萍更是在评论区起哄表示,再来一个。烧饼本人也直接坦言回应,自己会继续努力奔着女儿使劲。烧饼是忘记抱着诺诺在台上哭的时候了吗? 德云社是个扬声音摔的地方,用郭德纲的话说,德云社飞过一个苍蝇去都是工的。 如今,德云社的演员们大部分都没成家,但是都非常的喜欢孩子,用现在流行的话说,就是都是女儿奴。 见了小女孩就没有抵抗力,基本上如果是小女孩粉丝,不管是签名还是合影都会满足。 就连德云社的少班主郭麒麟,郭麒麟也是一个女儿奴,在参加综艺节目时,说到以后想要男孩还是女孩的时候。 郭麒麟表示,肯定这辈子不能要个姑娘,不舍得她嫁人。 要是有闺女的话,一辈子不给她准备嫁妆,一辈子不让她嫁人,养她一辈子。 在姐姐妹妹的舞馆中,秦肖贤也是得到女儿奴的实锤。 在节目中,捏到小女孩的脸蛋的时候,秦肖贤更是激动地跳起,表示心都化了。 说到女儿奴,张云雷也跑不了。 在一次演出的时候,一名小女孩粉丝到台前给她送礼物。 张云雷看到这名小女孩以后,非常的惊喜。 不顾自己当时还有伤,走到舞台边上,蹲下来跟这位小女孩说话。 看到这笑容,真是太羡慕这孩子了。 众所周知,岳云鹏有两个女儿。 岳云鹏曾在节目中表示,爱女儿爱到什么程度。 抱着女儿的时候,还在想着女儿。 而且表示,难以想象以后结婚的情况。 表示,女儿结婚也不会去。 可以想象爱女儿爱到什么程度。 相信,这也是每一个父亲内心的想法吧。 我跟我闺女好到什么程度。 就我爱她爱到什么程度。 我抱着她,我都在想她。 因为我抱着她的时候,我看不见她的脸。 相比女儿,德云社的儿子却没有这么好的待遇。 就像九龄在台上说,四哥曾经说过一句话, 别不要啊,我扔哪儿啊,都两岁多了。 我说,四哥,您喜欢姑娘的孩子,喜欢小小的。 我说,四哥,您还要吗? 我说,要不要二胎啊? 四哥,您还会走呢? 我说,你不要啊,我说哪儿? 烧饼还曾经在社交平台上晒出这样一段视频。 视频中,孩子坐在安全座椅上哭, 而四个大老爷们却无动于衷。 最终,孩子在哭泣中睡着了。 但是,眼角还挂着泪痕。 很多网友都表示,要是一个女孩,也不至于这样。 这就是四个大老爷们大孩子。 网友设的演员们,无论是在台上还是在台下, 都表现出了女儿奴的一面。 相对于男孩,却没有这么好的待遇。 面对小男孩结茬, 我设的演员一般都是给他们讲故事。 就比如张久男给小粉丝说, 都把小朋友吓哭了。